特別注意 如果用A模式 假設你沒有check的話 那你會不斷不斷會有一些 奇怪怎麼檔案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問題發生 如果像我們剛剛 這個本來之前沒有發現 之前就忘了加這個東西 結果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發現奇怪 他這個 這個all的檔案怎麼不斷的 現在170億 如果你在執行他 再跑一次他要合併 但是問題這個檔案 他變成341了 一直跑奇怪怎麼檔案越來越大 原來忘記把他什麼 裡面東西把他先刪掉 所以他變成三重 底下又有一個三重 又有一個三重 那一直有 所以記得先把這邊加一個判斷 如果他這個東西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remove掉 第一個這樣的話執行 你會發現下一次 加了這個之後的話 他應該永遠都是171 這樣就不會一直 一直裡面資料一直在重複出現 一直重複出現 回目掉 然後把它輸出 再來的話就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輸出完之後 我希望把所有的郵局資料 全部都把它刪掉 不過為什麼沒有出現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刪掉 裡面沒有東西嘛 他怎麼合併 所以有時候 不過 壓述檔還在 所以我們就把它再解一下 裡面還有 OK 如果再run一下 應該還在 所以要特別注意 有時候 RO又出來了 OK 應該是86K左右 那再來的話呢 應該我希望怎麼樣 合併之後這個就刪掉 這些刪掉喔 所以應該怎麼寫 如果呢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邏輯是這樣 除了這個之外不刪 其他的全部刪掉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用什麼 最簡單的方法啦 你用walk always.walk 一樣告訴他說 這個目錄裡面喔 有沒有 他會一個一個幫你把 他的 檔名跟副檔名 放在一個files的一個 創列裡面 那接下來的話 我用邏輯判斷 如果 他不等於什麼 因為我要留下他嘛 所以我不能刪他 其他要刪 所以他如果不等於 all.tst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remove掉 這樣就OK了 很應該敘述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這底下的話就把它寫好了 所以底下的話 又寫了一個 remove的一個 一個程式 那一樣嘛我們就把這一行 這一串 複製過來嘛 那其實一樣就把這裡面東西丟到files files裡面 其實關鍵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呢再把裡面的所有的 這個files一個一個怎麼樣 把它裡面的串列一個一個丟 抓過來 你就不 因為我們不是 不需要避開 所以不用for i in range 不用range 不是範圍 我全部都要 全部的話就for each for each in 這個 幫我把這個file裡面的東西 幫我把它一個一個的丟到f裡面 所以第一個f可能是 是oh.tst 那我就判斷什麼 如果它不等於oh.tst 那就幫我remove掉吧 幫我把路径 串到後面去 幫我remove掉它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了 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之後的話 看一下裡面的結果 是不是符 有沒有 全部消失了 但是 現在已經分了 所以 和 現在是和 和久 必分嘛 分久必合 這是歷史的定則 ok 所以 接下來你要想 怎麼去分它 當然你未來分 我剛剛講的那個規則 如果你覺得 還太簡單的話 你可以再去變化 變化什麼 三重存一個檔 林口存一個檔 蘆洲存一個檔 蘆谷存一個檔 都可以 可以啊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 合併的時候 就是說 按照二十六五個 輸出你可以輸出可能一百個檔 沒有關係 可是你就要去想 怎麼做比較簡單 不過以這個來看 像 全部用檔案來做 好像 反而麻煩 像這種如果再去分的話 倒不如你全部丟到資料庫 再用資料庫去 逐一的跑 好像會比較簡單 因為透過資料庫 它可以排序 可以全部放在一起 然後再 把同類的東西做輸出 好像會稍微簡單 如果你 不用資料庫的話 反而麻煩 不過沒關係 我們需要的就是說 把這邊 中間的換行 換行好像 這邊沒有把它分兩個 換行的話我剛剛提過 這邊的話就是再多補給它一個 換行 那就 根據換行 再把它切出去 這部分後面請各位 試試看 我們剛剛主要是 第一個 檢查 O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就把它刪掉 另外一個就是除了 O之外 的檔案全部移除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檔案的存取 其實這個部分 工作上用到的機會 會非常的大 因為 只要 它好像常常都會有這種需求 客户端常會提出說 他們需要 怎麼樣去合 怎麼樣去分 然後可以讓他們快速的產生 他們要的東西 好讓他們將來比較好做報表 如果說你可以很快的把他們的問題解決的話 其實對於公司的效率提升 相對有絕對的幫助 現在其實還蠻多 那種比較大型的企業 都非常注重這部分 的這種 這種人才的需求 非常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 很多人好像都管自己的東西 管不到其他人的需求 如果你可以幫 一般 底層的一些 企業的其他員工可以解決問題 相信 整個企業 整體 效率就很快提升 另外還有 現在我遇到就是很多老闆 他除了說希望培養一些 這方面的人才之外 還希望把所有的人都提升起來 每個人都會寫程式 所以現在很多 像連那種 會計人員 行政人員 人事人員 全部都要寫這些東西 所以以後的話 在台灣很多地方 很多人就都開始在 試著寫一些程式 因為如果寫程式的話 效率怎麼提高 所以像這種問題的話 以前就是土法煉鋼嘛 分 怎麼這樣把它合呢 合就是複製貼 複製貼 每天都在複製貼 那怎麼分 再複製貼 存檔 複製貼 存檔 每天都是把 自己 用人來跑回圈 OK 那這樣 就太辛苦了 所以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 有沒有辦法把那個剛剛的 歐 再分割出去 變成 二十五個檔案 喔 民附酒